我今天本来起的挺早的想早点录视频啊 结果这个 昨天家里新来的小猫啊 然后 今天一直黏着我 现在还在这 扒我腿呢 想让我摸它 我感觉我是个羊猫天才 因为 本来说是这个小猫 其实很怕生或者很怕人的 而且 情绪不太稳定啊 因为好像因为它 很小的时候啊 就可能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 可能被人类似虐待过之类的事情啊 所以我一开始也有点担心的 比如说担心它会 这个随地打小便啊 但是看到 我早晨起来一看啊 它还是到这个litterbox 真正的去这个 很有礼节的这个去上了措索 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而且它没过多久啊 它刚到家的时候 是钻到沙发底下了 没过多久就出来和我玩了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听见这个铃铛声 我给它新挂的一个铃铛 如果能听到的话 说明就它在下面一直在这 动啊 一直在wandering 一直在蹭我 给你最新鲜的股市资讯 欢迎来到早安快乐街 我是主持人Ronnie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星期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星期一 今天可能会比较distractive一点啊 我个人的话 这是美国故事的新闻 不是什么专业的评论 希望你有好运 to my friend 故事有风险 如是去精神 首先先让我们说一下 本周有大动作的两家公司 一家是亚马逊 Amazon 一家是苹果 就是AMZN和AAPL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短线机会 因为来说 长线来说 这两家公司毫无疑问 都是值得投资的 那Amazon呢 将会在本周有它的这个prime day 也就是13 14号吧 所以说 Ronnie昨天把这个 刚买的东西给退了 看看prime day 能不能有更好deal 重新买一次 昨天 昨天我刚下单买了一点东西 那关于苹果则是今天 那么关于苹果则是会在13号 也就是明天发布 可能是最新的iPhone一系列 根据这个 那我个人的估计呢 可能是Amazon 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当然我说了 这是短期机会 然后苹果可能会有点下跌 就反而可能 我认为的产品 可能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也就是大家觉得 很好 但是还不够好 我这下面我感觉我快没法录这视频了 他一直拔我 继续 先不理他了 关于亚马逊呢 我短期内看好的 这个短期可能就是几天啊 看好的理由就是 因为prime day 大家肯定会 这个亚马逊肯定会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啊 根据这些心理学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会倾向于 购买自己更熟悉 或者看的更多的股票啊 就内心让会觉得 他有一个不理性的更高的估值啊 并且啊 我认为prime day 可能在今年会比较成功啊 因为今年这个在本周啊 其实不只是亚马逊啊 像walmart 什么都在本周啊 搞了一个类似于 中国这种双十一购物节的形式啊 可能这周是美国将会是消费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周 甚至啊我猜想会不会和black friday这个可以媲美啊 因此我觉得prime day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相对于苹果呢 因为大家对他看点就是发布iphone12嘛以及其他的些东西啊 我认为这些东西啊不一定特别的attractive啊 不一定特别的令市场满意啊 首先我觉得一个基本逻辑 我其实并不看好5G在近些年的这个 呃 我其实并不看好哈 5G技术在近些年的使用和发展 可能还要等个两三年甚至更久 因为一项技术哈 它真正的能够 获取利润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要足够便宜 就是其实人类现在掌握的技术是远远比大家要高的 呃所知道要高的 比如说 现在人是可以做出类似隐身一的效果的啊 可以隐身的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量子计算在实验室早就已经实现了 为什么你没有见到隐身人 你没有见到量子计算机 就因为它太贵了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 所以我认为5G技术虽然很诱人啊 它想象力非常非常丰富 因为这个高网速然后低延迟嘛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 它的成本需要再降低了 并且我觉得就是在苹果的股价里 其实已经反映了很多大家对它的一些正面的期望啊 也包括这个5G的手机 那就像这个吉利德和瑞德西伟一样 大家看看吉利德股价就知道了啊 这个当时我也说过 嗯 就是什么东西在股市里是最值钱的 是梦想是最值钱的 一个梦一旦它realize了 一旦它实现了 反而可能没那么值钱了 就像瑞德西伟现在这个样子啊 被证明是有效没有问题啊 这个欧洲也买 然后Donald Trump也用啊 虽然可能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啊 认为瑞德西伟是无效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吉利德的股价 完全几乎回到了疫情最初啊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就60块钱的样子啊 同样的在明天 苹果的这个梦啊 当然了苹果的梦是很多很多了啊 但是一部分这个梦 或者近期比较重要的一个梦 就要realize 我认为很有可能就 反而不如在做梦的时候 更来的值钱啊 今天搞的有点心声不宁啊 我们应该其实开头先回顾一下 昨日的 上一周的股市里的表现 知道了知道了 ok 上周呢这个道琼斯上涨了3.27% 标普500上涨了3.85% NASDAQ上涨了4.56%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做多的哈 我们说做多的 应该是比较开心也比较满意的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高位 大家也不可能去期待 一周涨非常非常多 对吧 所以看来哈这个9月份的下跌 还真的是有理由的 就是说9月是所有月份以来啊 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份 你如果做一个大数据统计的话 9月历来是股票表现最差的 所以说在9月的时候 股票有一个下调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啊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一般规律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了 10月就回来了哈 又上我腿上了 我没穿裤子都扒我腿有点疼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GoPro的股票代号是GPL 因为我有真的没关注这只股票了哈 在是在昨天周三还是周四哈 一看哇最近涨了不少啊 从4块多涨到6块多了啊 看了一下哈这个根据一些分析 主要就是由于大家发现这个 GoPro的这个订阅啊 它的订阅就主要是你可以 无限量的使用它的云储存空间 然后呃有一些售后服务啊 有点类似于AppleCare这种类型的哈 那么这个数据呢 目前看来是比较喜人的哈 也就是有点像苹果哈 比如说在13年前后哈 大家看到他从一家硬件公司 逐渐的转化为一间软件做service的公司 但是Ronnie认为哈 not all services equal 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服务都是平等的 因为手机来说哈 或者说手机相关的服务 基本上是可以遍布到每个人的 它是呃 它的市场潜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像GoPro这种 你比如说无限的云储存空间啊 基本上我觉得是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人啊 这个啊 啊 啊 不好意思 他又抓我腿了 基本上是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人 才会这个比较的 需要啊 给我抓懵了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还需要体验一下啊 这个箱子就是这个GoPro最新款啊 这个我们等着再甜甜再说啊 我准备把它作为一个副摄像头 然后做一些可能水上运动啊 或者是叫大家学游泳的这样的一些 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些小的想法 另外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GoPro最新款嘛 大家确实有很多很多进步啊 比如说它有5K啊 这个分辨率又更升一级 然后一些其他的很多升级啊 大电池等等等等啊 但是的确哈 它有一个小瑕疵 就是它的这个芯片啊 一直用的是从GoPro6以来就没换芯片啊 一直是用的同一个芯片 这个也是有一些让人不是很满意的 所以总之呢 我觉得GoPro是有在变好啊 但是有没有从4块到6块这么多呢 其实我认为至少我个人还需要再观察 或者还要再谨慎一些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趋势啊 就是work from home 就是在家工作啊 我们知道这个微软啊 在最近刚刚宣布了 可以允许员工永远的 这个在家工作啊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Google吧 反正有一家大公司哈也是这么做了 就微软不是第一个 这就让我感觉这个work from home 这个趋势可能真的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流 所以说roni可能以后会更加大胆的这个 或者说大局要往这个相关的股票去进行投资了 比如说这个slack也就是股票代号是wrk 当时好像他出了一个这个财报嘛 然后增长素数是百分之百 市场不满意啊 这个股票大跌了我果断直接是抄底了啊 那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啊 这个已经涨了超过百分之三十啊 从我买入的价格 那我当时就是无非是两个逻辑啊 一个是我对这个公司的产品比较熟悉啊 首先我个人使用也比较熟悉 另外就是我看到很多周围的人啊 无论是优秀的这些程序员 开源的程序员 还有这个公司啊大公司都在用 所以我知道这家公司的产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就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就会没有的 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我们知道 股票的价格基本上没有特别低的 这个是肯定的啊 很低的真的很少 你比如说算是这个游轮航空像电影 这些东西啊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些东西一般来说风险也不是特别低啊 所以一般来说也不敢买对吧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 允许我说一句不是很尊敬的话 就是菜鸟特别多 所以说意味着什么呀 他们特别会被风吹草动吓到啊 就无论是利好消息 他们会这个做多啊 做到这个让你想象不到的多 以及出现利工消息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低啊 或者不合理的空 那么根据这个slack 我就是这么这么认为的啊 就是我很相信啊 这个我比当时卖slack的那些人 90%以上吧 我要比他们懂slack 所以我就买入了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思路啊 当然了这个就不是价值投资了 基本上就是简陋啊 打枪属于 大家如果有自己熟悉的 我觉得也可以类似操作 在目前这个环境大概率是吃不了亏呢 当然了我主要建议就是还是有一些坏消息 这个股价下跌的时候买入等着上涨啊 反向操作或者一些其他更复杂的 我不是特别推荐 稍微扯有点远啊 再说回来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work from home 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在未来可能会涨的比较多啊 可能会是一个未来的新热点 但是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始终是也有一点点隐忧又是什么呢 就这些公司说的话呀 他不具有法律效力 或者说你不能够全信 对吧 就这么说吧 微软说 现在说 无条件哈 这个永远的work from home 如果一年以后 疫情有所好软 然后他发现自己的这个效率不够 他要你回来工作 你是不是也得回来 对不对 就是他是有最终解释权 他是有最终改变权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难说 我觉得根本上就要看 你对这个work from home 这个趋势到底是怎么洞察 这个我觉得就决定 你是不是适合就是现在来说 大举投资这个所有work from home 的这些股票哈 其实包括我觉得我对zoom的这个目标价格 也会相应的大幅上调哈 尽管来说他的这个 尽管来说目前来说我给他的评级仍然是sell 因为他现在股价太贵了哈 这是肯定不现实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组快讯 首先啊就是本来于呃 周中啊预定进行的美国总统第二次辩论哈 取消正式取消 将会只有第三次哈 第三次我记得好像是10月20几号哈 应该是在呃 应该是在这个nashville 就是tennessee的nashville 本来我还想说哈这个通过这个prime day 大家可以买一些这个买电视或者买一些吃的哈 啊来去看这个总统大选的辩论 现在来说大家就完全focus 在这个购物的快乐中就好了哈 第二个是关于苹果的啊就是apl 我们虽然说了一些可能我觉得呃 发布会对苹果来说 并不一定会有一个特别有利的在股价上的消息哈 但是呃近期因为苹果之前在与这个fornite 在这个与这个游戏打这个关于苹果税 就是所有的这个你在这个苹果商店的收入要30%交给苹果的这样子 一个东西他们在打官司嘛 那么现在来说有一个这个法官已经认可了哈 这个苹果把fornite下架是一个或者是甚至一个禁止哈 是一个把它扒掉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啊 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行为 那受这个影响 苹果现在盘前的价格其实是上涨啊 上涨了3%左右 现在是120美元每股 第三个新闻啊 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股市投资的这个意义哈 但是我就当一个八卦来讲啊 就是J the Jane Foundation 也就这个J Foundation是什么呢 这个他的这个是伯克希尔的 他是这个副主席啊 他是Vice Chairman 叫Ajit Jane啊 是他旗下的这个Foundation 那么刚刚他卖出了 他卖出了7000股这个B股的这个 伯克希尔的股票也就是BRKB啊 根据这个我们说证监会的这个报告来说 但是他现在仍然还有这个185,095股啊 B类股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且我不认为这个是因为他不看好BRK啊 绝对不可能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股指期货 我应该穿个裤子的 我感觉以后我要穿裤子的 我被他抓破了 我感觉 道琼斯现在上涨了百分之0.07啊 现在是28539点 标普500上涨了百分之0.55 现在是3492.5点 NASDAQ上涨了百分之1.67 现在是11920.5点啊 三大股指 基本上全线上扬 还是以NASDAQ为这个领头扬 上涨了1.67啊 这是非常非常多了 希望能继续保持哈 开盘以后能继续保持 那关于这个原油呢 WTI下降了百分之1.5啊 现在是39.99美元每股 布伦特原油下降了百分之1.47 现在是42.22美元每股 原油啊 还是不太稳定 黄金期货则上涨了百分之0.23 现在是1930.7美元每股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早安画街 让我们下周再见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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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mself